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汪仁王在这个单元中 替大家来做一个2015年之后的预测 同时很多朋友们在西谷关区居住 都有一些出租的房子 那您是要经过找房客 收passive income 可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您用中长期的LEAPS 也可以达到如此生产了一些 很稳定的这种passive income的方法 我们来听听看汪仁王是怎么样做到的 您觉得您是不是也可以来仿效 来做同样的事情呢 请收看 最近的推出了一个叫weekly option 就是一周呢 原来是一个月到期一次 这个期权 现在推出一个两年之前呢 这个有一个weekly option 这是我们被称为网路发明以来的 又一个金融产品的一个革命 是一个非常大的革命 下面呢我们讲一个三大金刚 首先呢这位先生呢 老先生呢 他说这个苹果呢 会涨到142块钱 我相信呢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 为什么142块钱 因为苹果以前是一股呢 分成七股 如果142乘以7呢 差不多到1000块钱 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现在如果认为苹果两年之后 一年之后保险的保守的会说两年之后 不保守的人会说明年就到 一个月之内一年之内就到 那么这个是分歧不大 那么这个142我帮大家算一个账 如果说你现在说哎呦你上海窩人你看这个苹果再怎么样 都那么好我们现在就买1000股 那么你可以买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买1000股的话 你差不多要投入14万4000 就是现在的价格是10万6000块钱 OK 但是我们买一个刚才周小姐讲过如何用Lips赚钱 什么叫Lips Lips的话就是过9个月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期权 我们买2016年1月1号到1月15号1月第3个星期五到期的一个期权 我们只花了14400 14450块钱 OK 所以说大家各位如果说你想认为苹果现在价格10万6000块钱 你买1000股 你要花入10万6000块钱 但是我买一个Lips 就预测在两年之内2016年1月1号到期或者一年半到期的这个期权的话 我只要花14400块钱 第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只花了就是十分之一的钱 十分之一多一点 第二大家想想看 如果真的苹果从10万6000块钱 涨到14万你赚4万块钱 对不对 你就赚了40个不少 很好 但是我们期权是投入14400块钱 是到如果到142块钱 我们的这个利润大概是42000块钱 所以我们翻了一个倍 而且我们投入的钱很少 第三 如果这个期权 我们假设说 苹果两年以后做的不好 变成80块钱 各位 十万块钱 你亏了多少 你亏了两万块钱 还剩八万块钱 对吗 但是如果你做这个期权也不好 你亏了 你就亏了14400块钱 所以其实Lips是一个发财的工具 而且说白了 第二 大家不要认为我说了 以为就是说 这个买了Lips就不能动了 它是每天和股票市场同时开盘 同时关盘 就是你完全不要用那么多钱 去买股票 因为十万四千块钱 大家想想看 你拿一万四千四百块钱 你剩下还剩八万六千块钱 你八万六千块钱 还可以做一个党payment 买一栋房子 拿党payment的房子 还可以去收租 对不对 你同样投了一千股的苹果 有什么不好 同样的你还可以用八万六千 六百块钱再买阿里巴巴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金钱的利用 以及回报 以及风险 都是可控的 今天我教大家第一招呢 就是用Lips的方法 那么刚才讲过 我们奥巴马时 这个股票不需要做期权 不需要你每天看 你只要看这个 这个苹果 它的这个波动 而且这个风险 它相对来讲 比一般的股票会少很多 因为它时间很长 它不是说你 你预测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以后的波动 你是预测一年 两年的波动 所以你这个当中的风险 是非常少 不是说那么大 但是你亏损的 就是一万四千四百块钱 但是想想看 如果你苹果 从一百零六块 跌到八十块钱 你亏掉两万块钱 你比我亏的还多 是不是 假设说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动 就是让它 到一六年一月份为止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第二 如果我们买了Tesla 在2012年 你听了Warrant说 这个奥巴马 Tesla从六十块钱 想想 你到五倍的话 OK 我们的Option 涨五十倍啊 因为它涨了多少 它从六十块钱 涨到三百块钱 就是整整 二十四万 如果你买一千股的话 就是差不多 一万块钱 赚了二十四万 OK 赚了二十四倍 所以这个利润是非常非常大 这个是给很多 没有时间 想做一些中长期的一些投资 第二呢 还有很多股票会Split 会分股股 最近有一个 我看好一个股票 是一个鸡蛋股 大家不要笑 叫CALM 你去看 这个美国做鸡蛋的 它的金融风暴 才只有几块钱 涨到六十几块钱 它现在分股 它现在做鸡蛋 这个公司蛮逗的 它就是利润力也很高 而且它就是说 在美国做鸡蛋这个市场 它的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 也有很多股票在分股 你想如果你在苹果 宣布分股的时候 买 每一次 以前我们在DuckCon的时代 有这个分股的股票的玩法 就是通过买Lips的方法 我们现在因为进入很多牛市 很多创新高的股票 越来越多 一分股通常会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一些机会 你大家可以看百度 你分股了以后 对不对 从这个一千块钱 变成一百块钱 差不多现在是又翻了 又涨 又上涨了很多 所以这个通过Lips的方法 非常好 第二个方法呢 也许对很多老年人呢 有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叫通过每一周 通过买一些股票的CoverCore 去卖掉这个CoverCore来收租 就像你买了一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你预测阿里巴巴明年会涨到140 180 OK 刚才我讲的 阿里巴巴是很多人看不懂的股票 你看到很多文章都说看不懂它 看不懂它的时候 恰恰是 你买这个股票的时候 因为中国的e-commerce 中国的这个订单是非常非常厉害 观众朋友 我这次觉得我特别的幸运 因为在过去好几次自己 由我们的单位所举办的一些活动 我居然也幸运抽到一些奖品 可是呢都被大家说 周乐你自己是不是有内幕的交易啊 您抽到的不算要再吐出来 没有想到这次我选中我 真的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给我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我希望以后跟所有的投资朋友互切互搓 大家股票都做得更棒 更上一层楼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了 我们陆陆续续还会介绍很多有价值的公司 来到我们矽谷湾区来做road show 同时我在那天呢也已经宣布了 在2015年的2月28号 阳年我们已经做了第13年了 也将要举办一场一天的股票加年华会 投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天先记下来 先mark住要早一点报名 2月28号星期六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 非常丰富的结束了 感谢您非常感谢您 照样的在所有的social media 都可以在archive我们的节目 同时不要忘记在下周六 大家不要忘记哦 下礼拜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